本地高血压病患接下来将能获得个人化的治疗护理 检验结果也能更快出炉 由张仪综合医院和日本医药器材制造商 岛金公司联合设立的中心将开发临床应用 给病患提供更好的治疗 由副总理王位杰主持开幕的实验室 将能在本地进行同高血压相关的临床检测 等待检测结果的时间 因此将能从原本的两个星期缩短到一两天 通过此刻即我们可以在新加坡开发 以及验证更多的测试方法 而不再需要再把样品发送到国外去 这将能够大大的减短病患等待报告的时间 并在更快的时间获得适当的治疗 医生表示这个技术有助检测出 病人患有哪一类型的高血压 让病人从一开始就能接受最合适的药物治疗 不像传统的疗法那样 酌情增加另一种药物或是更换药物 本地每四名成人 国人当中就有一人患有高血压 这是导致心脏病和中风的主要原因 接着